歡迎回來大師巡迴賽洛杉磯戰 我是賊克爾 我是賽平衛富 等一下是XBlyze打到BankYuki 上一戰的阿靈頓戰的冠軍 漂亮 XBlyze打到 我在連拿兩次冠軍的話 蠻厲害的 好像沒有人有這樣的壯舉過 以前HCT也沒有嗎 沒有沒有 算很難喔 很難 像去年都是Hunter Race宰治 在宰治的情況下也沒有這麼小 也沒辦法這樣子 其實他很接近 因為他那時候是 他拿連續兩個亞軍 然後首爾才冠軍 所以他其實算最接近的人 連續兩個亞軍 而且這個還更難 因為這個還要打這個賽 所以這個比上一個還難 所以他等於是 他先拿了一個冠軍 對 然後 再打進去資格賽 對 然後再拿冠軍 資格賽還要拿冠軍 好難喔 好難喔 資格賽冠軍已經夠難了 聽起來就像天方夜譚一樣 你說他能夠走到這 很弱 而且他其實如果再拿一個冠軍 他好像 應該差不多等於是保證 進明年大師直接賽 只要拿過一次冠軍 應該就是保證了吧 沒有 今年獎金有被砍一點 因為之前那個 之前保底是500 那今年變800多 變850 你說打到巡迴賽的時候 對對對 那是保底的 所以有把他們上面的砍一點 上面的人 上面的人 不好意思 前八的有砍 對對對 前八的有砍 前八的有砍一點 所以他其實不是保證會進 OK 因為去年的話是 冠軍一定進 沒錯 不太可能有人拿兩個冠軍 甚至四強是不是就一定進 美洲區的話是 亞太區 亞太區也是 亞太區好像也是 因為我覺得 有些人都差一點 他們就 打成績也沒有說很好 但是 就是有差一點 因為像 King那個時候也是 他其實 四強他就進了 對 King你是打那個亞軍 對他最後亞軍 但他其實八強那一場就進 他甚至不需要打 那個八強 是因為他剛好 那個 他遇到的對手 是亞太區的 他沒辦法 對所以他一定要贏 一定要把人家做掉 對對對我還有影響 所以他一定要贏 所以他其實真的很 因為亞太區跟美洲區就是 競爭沒那麼激烈 尤其是美飛 尤其美洲區 應該說歐洲區異常激烈 對對對 要這麼說也可以 對對對 因為歐洲區真的太激烈 然後美洲區這一次 今年其實有三個進去 有三個進大的試賽 因為那個Amnesia退出大試賽 所以由第三名的 就地補進去 對對對 第三名的是那個 Papa Jason 我記得他只有 好像三千出頭吧 你說拿了獎金嗎 對對對 我記得他只有三千出頭 三千出頭是不是 十六強之類的 好像是十六強 就是 他平均可能 三戰都有個 七勝 或六勝 然後加起來 三個加起來 但也表示他每戰都有打 對他每戰都有打 因為我記得美洲區第一名 那個Amnesia 他是 好像是 四五千 然後再來是Language Hacker 對 冠軍是兩萬嘛 對不對 對 然後一萬 四五千就是 難過一次四強這樣 沒有 他是每一戰都有那個 每一戰都有 都有進前面一點點 都有打到比如說 十六強 比如說三千美 一千美 就兩千 就這樣累加的 因為美洲區是 表現夠穩定的話 明年就進去了 嗯 其實亞太區也算 因為亞太區也很少人是 每一戰都打到 就第二天的嘛 每一戰都去打的就不多了 對對對 光是每一戰去打就很少 對對對 而且像 之前都是要 要飛去打的嘛 對對對 有些人就是 就地 美國 美國人就比較近嘛 然後歐洲比較近這樣 這次還跟你在家打 對對對 再加打 算給你們 還力比較多 算給大家學到了 還力比較多 對 牧師馬上拿出來 馬上就抓到對面法師了 欸他們這次每次都有抓到 就只要上牧師 對面第一把 不知道為什麼都會中血 上那個法師 都想跑掉 那這裡他在苦惱什麼 這邊我 他 他看起來蠻苦惱的 他看起來還在思考 他那個臉 難道說 這邊還有其他的選擇嗎 那就是他還考慮下一回 他這邊在考慮 防漠日 他在想 他在想什麼 我想不到 你幹嘛 我真的想不到 我在想他是不是 要先打對方頭 然後先buff 就只有這兩手打法 一個是下怪 一個是先打頭 先buff 因為唯一能想到是防末日 對手有末日一定會下 對 他不可能這邊不下 可是有必要防嗎 沒有 沒有沒有 一張而已要怎麼防 沒道理防 對啊一張才20%而已啊 你專騎手流就20%而已 反而是這個貼要不要下 這個補滿要不要下 也可以下 因為他試費有事做嘛 但他怕這個2-3死掉 還是其實不怕 其實這個2-3死去很低啦 剛剛說什麼東西可以解 就1費那個嘛 剛好就來了 還是他這邊意識很彈槍 去解那個2-3 應該也是不可能吧 不可能不可能 我選擇拿伐扭 還立刻蓋了 想混淆一下喔 為什麼要敢 蓋這個伐扭 他想混淆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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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到的 這樣阿密特你敢不敢下 這樣嗎 這樣我不敢下 這樣我也不敢下 他都特地花個幸運幣起來蓋一個 那其實就有發揮到那個用具 有 他有發揮到 會怕 真的會怕 很怕 我就故意按個幸運幣 蓋你怎麼樣 你敢不敢 我都這麼明顯了 對啊 我都這麼明顯了 對啊 幸運幣對於法射也是多麼重要的東西 而且他還選擇2-6先撞 但他不怕 2-6先撞是防一下那個阿 他如果氣化的話就可以直接打 氣化或者是那個 全場炸3滴嗎 這樣會給一個痛 這樣智商壓制耶 這樣有智商壓制嗎 可是如果他沒有蓋的話 已經崩了耶 對吧 他沒蓋這邊阿密特 然後再下一個那個 OMG 天啊 他也不太care那個秘密是什麼 都撤過啦 都撤完啦 現在就剩法反嘛 只剩法術類的 對對 法術類的 哇 硬幣用掉了 好強 好強 這樣好像連撐到10費的機會都沒有 這邊拿什麼也沒用了 炸吧 炸3滴 把場面炸一炸 炸完之後 對面手上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柏昂薩姆蒂 恩 拿是拿到了 那就只能蓋啦 沒辦法 喔這邊突然覺得他那個 他那個薰幣該咪咪好虧喔 好像等於白蓋 對啊 白蓋等於沒用阿 對手沒被騙到耶 先用生物去撞 打得漂亮 那這樣就不用怕了耶 他甚至不需要這個顛倒 已經人家頭要破了 綠牌 來 打得很快喔 欸 西亞梅特還有點機會嗎 我找不到他要怎麼贏 這邊柏昂薩姆地丟下去到底怎麼出 不可能解這露娜吧 他如果拆對方是 法術類的那個秘密都解不掉 所以不用特地繳這個 對 這一隻都解不掉了 擋不住天虎 他這樣算天虎嗎 沒辦法啊 這樣算吧 這樣算天虎啊 護光者 也算了也算 4費然後直接4-3-1 再叫阿密特回來 叫阿密特太太 對法師來說就沒了 嗯 解兩隻 哇 還要解這個 沒辦法 打到拍拍手 繼續 給自己拍拍手 贏啦 打到打到 還想騙啊 我在想他剛剛有一回合的補血 為什麼沒有補阿密特 喔 剛剛補滿那一手 對對對 可是他那個小幫手卡在中間 但他就是放不好了喔 對 他打錯了 為什麼要加那兩隻 細節沒做到最好 但這個對局好像有點開太大了 而且我覺得他有點膽子太大 怎麼說 對嗎 這幸運幣乾的咪咪的 為什麼 你敢丟 這為什麼敢丟 好奇怪喔 他會幸運幣丟 所以一定不是法術類的 對吧 我們可以這樣考慮嗎 因為現在沒有手臂了 對啊 所以一定是鏡像 對啊 不然就是企劃 對啊 然後我下阿密特 還是他不怕對手拿到阿密特 他只能這樣想 他不怕嗎 不怕嗎 其實有點怕 因為他手上 那時候拿到真的不太舒服 不太舒服 因為他手上那時候是沒有抽牌的 嗯 所以如果被 不小心被擋住的話 嗯 他通通拿去撞 然後沒抽牌 很容易被交換掉 而且他手上是有個431的 對 搞不好還死不了 對啊 那要怎麼解釋 我不知道 膽子夠大 膽子夠大嗎 膽子夠大 不知道為什麼地方沒有考慮到 讓他能夠 直接下下下 不能這樣說啊 你應該說他 考慮得夠前面 把那個 沒有我是說我沒有考慮到 喔 可能對方 蓋秘密的那個 時間太短了 欸不對 還是想太久 也不知道 喔有可能想太久 他想蠻久的 他想蠻久的 又沒騙到欸 真的 他這樣 因為他如果 這樣沒騙到的話 不如拿暴風雪 他剛剛那時候有暴風雪可以去 嗯可以 可是其實哪 他可以再擋很多回合 對 其實拿了也頂不太住 因為他神燈交掉了 嗯 要拖到 要拖到里諾 欸 他也沒有辦法 對啊 他神燈也只能交掉 他沒辦法 拿個痛解掉 阿彌陀琳已經算最好 霧斯秒過 霧斯秒過的話 那很簡單 那剩下就只要擔心 他們是互邊獵人 對 那剩下他只要自己擔心 雙方的法師就好了 對吧 對 法師算是 就是因為像 剛剛 一開始講的一樣 法師這套牌好像 帶的必要性沒有那麼強 但是大家又都帶 對啊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一點 可以靠賽 又印證你那個千古名言 千古名言是什麼 冠軍不一定要夠強 但一定要靠賽 對 沒錯 因為我其實那時候 他們其實就有在討論 就像郭天那時候很好奇 到底為什麼要帶法師 對啊 他那時候一直在問 你們都說很強 可是我不知道 強在哪 然後他還是帶了 對 沒辦法 郭天好像也是 他好像練了兩百一場法師 說這場法真的有夠爛 然後 然後那個 語音接近來說 我法師被刪過 這樣應該怪誰 怪他自己 對 耳根子軟 應該怪黑神 黑神跟他講說 一定要帶 因為他 黑神練習的時候一直贏 對 那其實應該怪郭天 耳根子太軟了 我有看一下那個 黑神跟湯在練習 對 我也有看到 黑神 法師跟賊都跟鬼一樣 能讓湯練習的時候 說出好棒兩個字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而且其實郭天在 就交牌前的時候 他已經就是有 通過他那個廣大的內線 知道說 就是歐美那邊 要帶新火木跟活化的龍蝎 喔 他已經知道了 他已經知道了 他有跟我們說 但他還是沒有選擇帶新火木 就他還是選擇 帶他心目中的搶牌 他應該是 不想要帶自己沒把握的牌吧 有可能 對 因為 如果他是 賽前 一天才知道的話 他的新火木也沒有玩幾場 還是他怕被騙 不太可能吧 因為其實是我 聽到大家要帶那個 活化的龍蝎 美國那邊也流行被刺嗎 應該也沒有 哈哈哈哈 是我還真不相信 有人要帶那個 334 呃 因為沒有任何 跡象顯示說 要帶這張牌 對 就是 法師也沒有強到說 要去針對 要特別帶一張黑科技去針對 因為如果你說 我帶 雙槍手 很容易理解 對很容易理解 但如果你要帶兩個活化的龍蝎去針對 黃臺怪怪的 很怪 非常怪 很奇怪啊 而且 因為現在法師是第二 第二多人帶的牌 對 比賊少一點而已 這也是我沒有想到的 我以為 德魯伊獵人會比較多 對 應該是賊戰 起碼是前三名 結果是 賊獵 跟 戰 呃 就獵戰比較少一點 比法師少 就戰是 因為郭天那時候說 歐美的人都 就是 得出一個結論就是 不要帶祈求戰 喔是嗎 可是我看很多人都帶 Bull Control啊 還是 就是Hunters那一批嘛 嗯 然後他們那一批就覺得 不要帶祈求戰 喔 但其實 如果仔細想一下 有什麼理由不帶祈求戰 為什麼 因為你把獵人Ban掉了 嗯 所以你帶祈求戰的必要性比較低 對 因為 祈求戰是好打獵人的嘛 對 但是 你帶了一個 法師喔 嗯 又帶了一個新火木 嗯 然後你一定會打到賊 嗯 所以 表示他們覺得 那祈求戰打法師是誰開的啊 祈求戰打法師喔 喔開很大 祈求戰開很大 開很大 那有什麼到底不帶祈求戰 帶法師幹嘛 我就不 就是不懂這一點 就我就在想為什麼 有什麼到底不帶 嗯 對啊 對啊 所以我比較喜歡Casey的帶牌 喔 他帶了其實 可是他是沒有帶獵人的耶 對 我也覺得其實沒有必要帶 真的假的 因為那個時候 因為資格賽最多的三套牌 就是賊戰獵嘛 就是三套強牌 對 但其實 你獵人一定會被暗掉的情況下 嗯 賊很容易被關 所以其實要擔心的是賊 不是 要不要帶獵人 那就乾脆把賊換獵人了 如果照你這個邏輯 對 所以有一個人這樣做 那個NoHandsGamer 他這樣做 然後咧 走到哪裡 法師內戰走了 喔 因為您只說按下去噴三張 走了 走了 那他真的很衰 可是其實跟他想得很接近 就是 他的 他沒有帶一套 他做得不夠好 他就帶了法師啊 可是這樣 他如果帶了戰士 是要針對法師 的話 他自己帶了法師 就是 避免不了內戰的問題 可是這樣他 就只能把法師換成賊 換成賊 那這樣又本末倒資 對 所以他應該是沒辦法 所以其實 得出來的結論應該是 五選四 都沒差多少 根本沒差 根本沒差多少 因為他最後其實走到 最後的結局就是 法師內戰嘛 就是我的那個 獵人跟 他的獵人被ban嘛 然後牧師跟德魯伊都過 那就最後變法師內戰 法師內戰 所以法師內戰就變成說 他最多拼到這 就他最好的結果是這個 那就是 他的勝率一定會低於50% 對 但是他又不想 因為你 我不覺得你不帶盜賊去拼 這四套有比 有比較好 對吧 那就帶盜賊 你意思是這樣 對 我的意思就是 他這個 他的結論是 嗯 有點本末倒資 對對對 或者是說 因為他其實也有帶活化的東西 所以他也知道說 大家會帶法師 對 所以他如果不帶賊的話 他法師裡面有放一些 針對性的 沒有 他沒放箱子 放巨人 所以這樣的話內戰 巨人內戰應該會比較強一點 也沒有強很多 強一點點 一滴滴 一張牌嘛 嗯 所以我還是覺得 Case一樣帶會比較好 嗯 就是 你與其捨棄到賊 不如捨棄 會被ban的那一套 對吧 嗯 是嗎 為什麼得出這樣的結論 因為你獵人是一定會被暗掉的 對啊 被暗掉很好啊 可是 那如果被放出來咧 被放出來更好啊 為什麼 那後排擺就是 放出來 那後排就會是強排啊 但是我被放出來就表示 對面是有準備的 對吧 對方準備 就是有祈求戰嘛 有祈求戰 對 至少有祈求戰 所以已經很不好打了 那還是要帶 欸 無雙獵 無雙獵跟 都一樣難打 無雙獵打祈求戰 無雙獵比較好打一點 喔 那還是要帶無雙獵 對 所以他們帶無雙獵 反正你獵人 你既然都一定要被 不管我是無雙獵還是龍獵 你都得 得ban我 那我乾脆就帶無雙獵 對 所以被放出來會比較好 對 就是他們的想法 但是無雙賊 我也有點沒看懂 我也有點沒看懂 無雙賊有問題 我懷疑他們只是覺得 看那個人上錦衣就超過來用 呃 無雙獵跟祈求賊 因為其實無雙賊 比較不怕那個槍手 對 對 稍微沒那麼怕 但還是蠻怕的 當然啦 就當然啦 你那個每張牌 戰吼的牌子偏多嘛 而且其實 無雙賊打到祈求賊內戰喔 嗯 這也不算內戰 但是理論上 祈求賊也好打嘛 你變身就強 因為他比較穩定 對啊就變身嘛 但是無雙賊的好處是 他變身只要變 只要抽兩張就很強了 因為他隨便一張牌都夠強 就抽個什麼 紅龍西亞梅特 都夠強 嗯 欸他們已經 打到這了 已經打了一陣子了 你打太久了 已經打到死費啦 剛剛 鏡頭不是還在我們這嗎 對啊 欸 星下凱雷狗屍嗎 他這樣想找什麼 星下凱雷狗屍 的理由是什麼 比較不好解 是比較不好解 沒錯 他想要兩個都下五隻 還是他想要拿切 直接切 再切一個大隻 我覺得如果要這樣的話 不如下奧尼克西亞就好了 這樣有點太貪了吧 他可能就想 呃 對方也變身過了 對 他可能想說 拿一個切 可以這樣子場面有三隻大隻的 下回噴紅龍 可以直接收頭 嗯 因為其實先變身的話 通常會比較劣勢一點 嗯 因為 首先你天然技沒辦法控制 對 然後你的解牌 你就是告訴對手說 我只剩神燈可以解掌 所以你少了一個解牌 對對對我只剩神燈 這張牌是廢牌啊 那他拿的算蠻爛的 魚人 魚人加二嘛 給魚人聖盾的 喔聖盾 那其實沒什麼用 嗯 好 紅龍噴下去 紅龍噴下去 又要敗 又要敗了 這就是如此好玩的地方 欸 衝鋒 沒用 那上面好像沒辦法了 哇 連石都不能打 這樣 有爆風雪 已經算一個神進了 也是在等那張神之卡 沒錯 那這卡雷狗是下得好 怎麼說 因為他現在等於是 他每回可以多出一張牌 沒有多出一張牌 沒有多出一張牌 我想拿烈焰風暴 那到了 那到了 哇 他剛剛是在握拳對不對 漂亮 我感覺冠軍是他的咧 呵呵 好順喔 氣好順 其實那個淵靈之書也可以打了吧 他剛剛是比了一個戰嗎 喔 那這邊就 開始敗 優格薩倫 打死 這樣要下卡雷狗斯嗎 還是不要 要吧 要貪就貪到最大 喔 就是要對方全解 然後我 還有一個卡雷狗斯 對 沒錯 有道理 他聽到了 有了他聽到了 當然這是一個 有了吧 第一張 喔 抽牌 還可以 企劃 很強暗殺 哪一張 哇 漂亮 那這樣其實也不錯耶 喔 麻煩 OMG 可以可以可以 欸 啊 自己的 頭上是 算是不錯了 算是解的不錯了 一個好像是一個法反吧 我記得 一個法反另外一個是獵人的嗎 嗯 喔 這樣是法反喔 被帽子脫起來了耶 認真的認真的 先啦 先試一下 冰一下 嗯 打口袋 打口袋會不會太慢啊 還是得打 還是得打 因為他現在手上的牌 他要直接抽起來 不足以贏對方 因為他剛剛也可以考慮 就下兩個四就好了 企劃 企劃 哇好賺喔這個箱子 這個企劃 逆轉了耶 有沒有逆轉還不好說 因為血量有點低啊 哇 哇 哇 天哪 Oh my god 哇 天哪 撞得太好了吧 好玩哪 下七封怒 斬殺 喔 封怒神盾 因為他其實可以下 那個sneed snap 下圍合體 不過這樣叫殺 我覺得比較好 再抽 開始瘋狂綠牌 哇 哇天哪 Oh my god 他很難不冠軍了我覺得 這場就是冠牙了 這一場 非常有水準的一個法師內戰 高強度內戰 沒錯 等一下 這邊他好像沒辦法擠這個 欸 是直接下奇里亞斯嗎 他想丟下去再合體 對 我感覺下面那個臉越來越臭耶 下面那個臉好像越來越臭喔 抽一抽逆轉了吧 可以 他很難逆轉 怎麼變這樣 他還有死啦 怎麼變這樣 雙方的牌 剩下的牌差不多 先神燈嗎 神燈是要拿什麼東西啊 丟一個扭曲虛空 再下西亞美特 這樣也還行 全解 這邊丟神燈是可以接受的嗎 其實如果不丟的話 快沒有解了 因為冰角交過了 剩暴風雪 丟神燈可不可以接受 我覺得是可以的 是因為對方剩16滴嘛 然後你如果沒有解掉那支補血 短時間內其實也贏不了 你有沒有辦法靠神燈 做一個收頭 他這樣打應該是 覺得對方 對方也沒解牌了吧 OMG 哇 找到自己頭了 找到自己了 難怪要拍手耶 下面點頭 開始點頭了 瘋狂點頭 開始搖開始搖 我都已經快摸不清楚 到底誰又是耶 哇 這邊怎麼辦 那神燈下回合火球 繼續死咪打了 遊戲結束了 這好像拿冰角嗎 冰角下回合能幹嘛 冰角然後切他的馬力狗斯吧 這樣也可以 哇 哇 叫一隻很差的 他也抖得太興奮了吧 他就要快贏啦 贏啊 2比0 哎唷 剛剛還有克洛許王耶 我以為不會給 所以他覺得九費最強的是克洛許王 九費 你說神燈的判定嗎 對對對 九費最強還有誰 好像還真的是克洛許王 對方剩6滴的情況下 是啦 因為其實神燈對那個 他對特定費用那個最強的生物的判定是一模一樣的 就像八費他一定是給佛丁嘛 然後六費會給獅子 四費水元素 就一費電影小鬼 就他對那個 他每一個費用的最強生物是固定的 所以說九費 然後五費會給土元素 所以他是固定的 九費應該是要給龍后之類的嗎 不會不會給那個啊 只會給金點 所以他也不會給紅龍 因為我沒有神燈一費的時候打過 就沒有在那個情況下打過 所以理論上應該還是會給佛丁 跟克洛許王 因為其實他其他費用是全部都是固定的 除非特定的時候 九費那九費最強的是什麼 目前是克洛許王 對吧 目前是克洛許王 嗯 2比0喔 現在XY贏2比0 我感覺他那個氣勢 有喔 有那個冠軍的感覺 有冠軍的感覺 有那個冠軍的感覺 他剛剛有 他勝利的執著 有有有 一直握拳搖頭 你說這個動作 拍手 沒錯 有有感覺 我看他如果在線上 線下賽應該不敢這樣 線下賽 應該不敢這樣 為什麼 拍手 拍手握拳 拍手 你不要這樣講喔 我之前 明星賽的時候就是有人拍手 可是那個不太 你一直很敢啊 那個嘲諷性質滿高的 因為 因為我記得他打阿林頓戰的時候 蠻安靜的 嗯 就他沒有什麼動作 就一直戴那個帽T 然後很安靜 他連拿冠軍的時候 都沒有很激動的感覺 就是雙手捂住嘴巴這樣 然後好像也沒有很激動 那一般來說應該是要 一臉快哭這樣而已 一般來說應該是要這樣 快跳起來的 然後 舉那個獎 話說我其實不知道 這次洛杉磯獎 那個獎盃要怎麼辦 寄到人家 還是根本沒有做 應該有吧 寄到你家吧 其實我不知道 應該有啦 寄到你家 還要寄過來 要阿 這是一個很 很有紀念性價值的東西 其實其實也不用寄過來 怕很危險 為什麼會危險 怕有什麼東西附在上面啊 很危險 不會啦 欸現在 緊急時刻耶 不會啦 會嗎 會附著嗎 有這種考量吧 我是沒有聽過耶 我不知道有沒有 但有這種考量嗎 沒有沒有 應該沒有啊 你看他們帶盜賊都會遇到 就這個情況 什麼情況 因為他們盜賊不會第一套上 對吧 不一定 很少吧 你目前看到很少吧 對吧 那為什麼呢 都是法師跟 因為對面有 德魯伊啊 對吧 他有德魯伊跟盜賊 所以你 最差的情況是打德魯伊 再來打內戰 再來才是打法師 但你之後上也是會遇到這個情況 一樣意思啊 可是先上的機率很 就是 之所以沒有 很容易送一把耶 還是又是隨機 我覺得這都是隨機的 是沒錯啦 嗯 你現在這個狀況 你不管先上後上 你都會遇到 都一樣 對 所以你也是 那個 波舞上牌隨便的套路 你也是這個流派的嗎 呃 我傾向於 直賽子 那就隨便吧 對 因為如果你自己決定的話 你一定會有傾向性 但你不能讓對方抓到你的傾向性 就你一定都先上優勢的 或者是你比較喜歡上 就像那個 每周去那個戰神 每次都只上戰士 嗯 然後大家就抓他第一套會上戰士 對對對 這樣就不好 那直賽子就比較好嗎 當然啊 最愛是隨機的啊 所以其實這樣比較好 一定是隨機的 對啊 這樣 這樣我學到一課了 因為我都傾向上最強的那一套 就比如說 比如說你的牌組裡面還有五張牌可以贏 對 機率是66% 這時候你要不要做這件事情 直賽子啊 就是 一到六嘛 一跟二就不做這個決定 二三四五六就做這個決定 喔 欸 有欸 有喔這個有吧 這樣有這樣真的有 所以以後比賽一定要帶個骰子 可是骰子好像不能帶 啊為什麼不行 不行吧 怎麼可能我自己在那邊指骰子 你有愛到你了嗎 是可以帶輔助工具的 一定有一定可以 有些人會帶什麼吉祥物啊 有吧 這個壓著 壓著滑鼠 滑鼠墊之類 有有有有 一定有 就跟有人比賽說他一定要聽音樂是一樣的 嗯 或者是帶膳子啊 對對對 像我記得那個大師兄 那個Alan870806 嗯 他那時候打所有戰 他就 一直找那個 旁邊的那個工作人員 就是 要問他 就我一定要聽音樂才可以打 就他 他還要跟他說 你可以檢查我手機 我不會開什麼任何的 輔助工具 但他一定要聽音樂 OK 然後他打的時候一直在那邊搖 就他要進入那個節奏 OK 要進入另外一個世界 對對對 因為其實現場有時候會蠻吵的 有些人 有些人是這樣 會蠻吵的 就是有蠻多雜音的 又是準備 我感覺以德魯伊這個手牌 挺危險的 因為他沒有綠洲出來 下面虎啦 其實是救援 而且下面有虎啦 還有準備 對啊 國王也拿到啦 喔 怎麼了 他拿了黃罐耶 喔 已經幾百年沒看到有人選黃罐 以前是只會選黃罐 嗯 因為我剛剛覺得他 拿黃罐的話 表示他要暗閃這個國王 但他也沒有 所以他覺得這個對局 抽得再厲害也不容易 場面要夠強 是這樣吧 可是你抽三張場面也會蠻強的啊 可是不一定啊 他是 他是 他是一般的騎酒水 他是一般的騎酒水 所以也不 所以他這樣打 但是依據我的 親身經歷 嗯 現在拿黃罐的 投資報酬率 非常非常低 有很多費卡 基本上全部都是費卡 因為不會有其他職業的啊 然後你的職業的 全部都是費卡 欸他這邊進一個飯課禮物 喔 OMG OMG 他 他有點強 他真的拿有點強啊 一般來說不會有啊 這樣是多少 24 6 8 10 12 14 這個德魯伊好像沒救了吧 夏威亞可以5加2 看一下場面攻擊夠不夠 這遊戲真的是好玩耶 16 18 32 夠了 我已經有感覺到他為什麼值得拿那個冠軍了 這個操作有 非常強 這個操作有 這邊應該是一個補血放棄的節奏吧 他是不是已經死了啊 18 還 是還沒 42 剛好 剛好耶 他連 葛拉克朗都抽到了 算得非常快 算得非常快 3比0迅速解決 漂亮 恭喜XPLICE 哇 這是什麼 再拍手 再拍手 敲自己的 敲自己的手 好快喔 包地亞軍到手 所以他的套路比較好 我不知道 他打的 比較激進 可是他這幾把其實 他除了法師以外都蠻糊的耶 對吧 對 不得不說他上一把那個牧師 也算很糊 牧師算糊 只是他有點小失誤 對他就是那個加錯 對對對 而且他也有 就是膽子蠻大的 對對 這樣膽子蠻大 這樣看起來他的打法 他的打牌風格就是 拼到底 拼到底 對對對 比較像薛熙那種 對對對 他會選那個 一般人不會去選的東西 對 即時性 就會選比較沒有未來性的 因為像剛剛一般人都是 秒選抽三張嘛 對啊 但他想了一下 對 拿黃罐好 其實我覺得 好像 我在想他拿黃罐的次數有多少 他知道黃罐有多大機會拿到好的嗎 因為我的經歷是都沒有很好 就是你可能 六六或是 甚至更慘 對 或是國王五五而已 最差的情況是 什麼 寫法 國王 寫法還太慘了吧 阿周 因為 真的很爛吧 最好 最好的是剛剛那樣 烏達斯塔 紅龍 他剛剛第三章 也不用看了 反正就很強 也是蠻強的 打得好 值得他 再頒給一個冠軍了吧 因為他等一下會打一全勝 你剛剛上一把開打前說 一全勝出的機率有80% 那就是發生20%的事情了 那有什麼問題 等一下又會再 又有不一樣的變數了 我想一下我想一下 Ruys跟這個 Answer是不是 對對對 這個一全勝出很難走 他還有新火木欸 也是新火木開大 對 他要一定的啊 所以 又是88 這個 比剛剛應該要更大才對 喔 對啊 因為他多了一個新火木 說明他有 所以理論上要有一個85 85 90 對應該差不多 可以確保 XRuys已經打冠軍了 公主 好 等一下回來看 最後一場到底是85還是20 對 對 完全之間